我要翻吃醬 這個翻吃醬很難用 打他的屁股 給我打你的屁股 又是胡鬚髒喔 零四餐都是胡鬚髒囉 你最好明天不要讓我看到你喔 他說他左邊的鼻孔比較小 不要給我拿衛生紙插披薩好不好 喔 糟糕 欸 好了 完成了 現在是七點半 我們要來吃蘆蔔糕跟蛋餅的早餐 是七點半 但是我們已經穿了四個小時以前 我餓死了 你餓死嗎 所以我要吃這個蛋餅 應該不是第一次我吃蛋餅 但是這個很奇怪 有雞絲跟醬汁 所以很不一樣 所以我要吃吃看 吃吃吃吃吃 喜歡醬汁嗎 甜甜的 很乖 鹹鹹甜甜的 所以我不知道 我在吃什麼 奇怪 但是好吃嗎 好吃但是 雞絲 很好 但是可以 可以 我喜歡 你要不要吃一個 好 蘿蔔糕看看 這個我不知道是什麼 看著意思 這個味道 也好吃 這個很奇怪 蛋餅比較奇怪 嗯 我比較喜歡 喜歡蘿蔔糕 這個是我們剛剛說到的早餐 來看一下 飯店給我們的早餐是什麼 這是什麼漢堡 台灣的漢堡 看起來是雞 卡拉雞的那種漢堡 嗯 雞蛋 然後一個蜜茶 跟一顆小小的生酸碰乾 還不錯啦 但是我其實預期 飲料應該是豆漿 或是奶茶 咖啡之類的 結果是這種 有點小失望 可以 我覺得它需要 蛋餅跟蛋餅 因為它完全沒有醬 所以對他們來講 是有點奇怪 這是午餐的便當 很臭 我打開它 竟然跟我說很臭 這個東西是什麼 蟲色的 乳肉飯的乳肉 是 所以這個是 Sausage 然後雞腿 太多肉 我會喜歡 Picky Picky 今天晚餐也是吃胡鬚髒 跟中午一樣 同樣像便當一天內 出事了兩次 我覺得這是一個 不好的預兆 今天的早餐 我看一下 這看起來是肉排耶 每個飯吃醬 這個飯吃醬還滿用 打它的屁股 打它的屁股 打你的屁股 好不好 不要出來 很棒 這個很冷 這個瓶 成果 很多番茄醬 跟你的腿腦上面有 番茄醬 剛剛熊貓外送了牛奶跟煉乳 又好像有菜 他昨天已經買了咖啡 今天也可以來泡咖啡的 耶 我特別把我在西班牙超市買的菜 帶過來 這個真的很好喝 我在西班牙都是喝這個當早餐 然後再加糖跟牛奶 但是也可以直接加煉乳 欸 是新的 還沒開 還有一點點牛奶 好 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這個冰箱打開來有股榴槤味 不知道是不是像這個 像一個客人帶了榴槤來吃 好 好 好不好 好 YES 今天又是我胡鬚張 起司雞肉丼飯 聞起來很好 但是我不會 我今天就要Jet Lag 我覺得 我覺得要睡覺 我不要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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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的晚餐 好囉 可以囉 又是胡鬚張喔 已經四餐都是胡鬚張囉 你最好明天不要讓我看到你喔 第一天的午餐也是這個樣子 我開始懷疑這間店的員工或是老闆 應該有入股 這一間胡鬚張 飲料的部分 倒是蠻會改變的嘛 這個傢伙在我吃四餐一樣餐廳的便當之後 竟然就叫了一個Pizza 是好不好意思 看一下Pizza長得怎麼樣 希望它長得很醜 醜死 我說我希望你的Pizza長得很醜 因為我已經吃了四個便當 嘿 差不多跟我的手一樣大 今天飯店的早餐有給比較多 一個火腿蛋餅 這個是奶酥吐司 今天是隔離的第三天 所以要來做這個公費快篩 打開來裡面有這些東西 一個棒子 然後就是那個測試的盤子 跟一個架子 等一下要放這個試管的 它下面這裡有一條線 要超過那一條線 把這根管子折斷在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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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後再把這個關起來 開始有紅色的東西出來了 好15分鐘過去了 首先你要看一下你的測試盤 它會有一個C跟一個T C這條線要出現 才代表這一次的檢測是有效的 如果沒有C的話 就代表這個盤子是有問題的 那如果你有T這條線的話 就代表是陽性 就是確診 沒有T的話 就代表是陰性 所以非常開心的 我是陰性 最近我睡得不夠 做這個東西可能很難 我昨天晚上9點半睡覺 12點起床 然後睡不著到 5點半 然後6點半 那我就 讓我起床 我不知道我從哪裡去 他覺得很不好 很不舒服 很累 黃也是陰性的 今天有吃披薩 他很討厭披薩上面有美乃滋 他說不要 但是他還是這樣 不要給我拿衛生紙擦披薩好不好 好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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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薩在披薩 來 你們在想 今天中午吃披薩太重了 所以晚餐來輕一點的 這間餐廳還有賣狗的輕食 真的嗎 我要吃這個 前面這個肉就是用這個狗狗做的 真的嗎 咱們吃一個狗狗的肉嗎 太別的嗎 對啊 狗狗的肉 不要下班好嗎 嗯 我吃了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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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坐在窗戶旁邊 是圖要曬太陽 但是我們到了這幾天 已經四天了 外面一直都是這樣陰陰的天氣 我們的房間好像很潮濕 所以我們的窗戶 是一個起大霧的狀態 而且很多水 現在到底是什麼狀況 我的光回包今天來了 因為這一次是住在桃園的防禦旅館 所以這一次是拿到桃園市政府的關懷包 看一下裡面有什麼 袋子裡面有這些東西 有口罩 溫度計 我們現在已經有三個溫度計了 會不會太多 兩包微粒炸醬麵 王子麵 餅乾 然後這應該是豆干 兩個牛奶 花生牛奶跟八寶粥 兩瓶茶跟垃圾袋 還有一個居家簡易的簡章 感謝桃園市政府 今天一樣是便當 不過看起來是不同家 欸這什麼 喔小文官 我還在清澈了耶 看起來不錯啊 看起來不錯啊 對 你在看什麼 在 你想要出去嗎 對 我想要自由 今天終於放晴了 但是我們還是看不到太陽 今天的午餐有點變化了 是咖哩蛋包飯 看起來好吃 對 要不要改變 不要 黃他自己叫了之前他點過的咖哩炒飯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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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吃的關就是我 今天晚餐又是便當 是鯨魚 還是鯨魚 鯨魚 鯨魚 黃他又叫了一個披薩 真的好意思 這個看起來不錯耶 而且蠻大的 算大 比上次的大 今天吃蘿蔔糕加蛋耶 但是沒有給醬油膏 但是沒有給醬油膏 今天我又是吃胡鬚章的便當 幫他叫了一個咖哩豬排飯 你 你不要你 你吃太多好吃的東西 我在工作喔 我在吃飯 棒 今天的晚餐還是便當 我幫黃叫了 板條 燙青菜 還有豆干跟米血 米血是我要吃的啦 還有賣完湯 現在是 六點十三 天都還沒亮 我三點去抓了 今天是隔離第七天 又要來做快篩 哭了嗎?哭了嗎? 這個不是哭的 這個是哭的 他說他左邊的鼻孔比較小 不要哭 今天也是陰性 叫了一個焗烤的雞肉咖哩飯 結果他的雞肉是另外附的耶 炸雞 超奇怪的 他為什麼不放在裡面 配飯神器 就是這個 家樂福的泡菜 家樂福泡菜超級好吃 如果你喜歡泡菜的話 非常推薦你可以買一罐來試試 我都會夾一點點出來配便當 真的是隔離好夥伴 今天的晚餐吃的是燒肉便當 然後我幫黃 又叫了一個披薩 他好意思整天在那邊給我吃披薩 今天早餐吃鮪魚 玉米蛋三明治 我幫黃點了兩種薯條 一種地瓜的 一種馬鈴薯的 然後一個漢堡 看不見看的東西 你的東西很健康今天 今天的便當看起來非常的健康 連飯都是那種很像五穀米的那種 可是這個肉看起來真的不怎麼好吃 不錯啦還可以啦 看起來真的很沒有味道 我吃一個超大的排骨便當 他吃豬排咖哩定食 今天早餐吃燒餅加蛋 剛剛飯店人員已經打電話來說 檢測人員已經到了飯店 所以他們等一下就會來敲門 然後我們就直接在門口 做PCR檢測 那這一次檢測如果是陰性的話 我們明天就可以回家啦 來 來 燈店 還有另外一外套 還有另外一外套 我們根本在背後的門板裡 從這邊 對 稍微忍耐一下 再一根一點 我放另外一邊喔 我把它去 好的完成了辛苦了 這又要印證這邊 對 稍微忍耐一下喔 再找囉 好的我們放另外一邊喔 好辛苦喔 好的完成了 完成了 謝謝辛苦了 謝謝 我不知道你們剛剛有沒有看到 我們兩個被裁剪的畫面 但是這次真的是 我們兩個 這麼多次被裁剪內 插得最深的一次 那根檢測的胖 基本上已經整個完全的插進去了 今天我吃的是燒肉便當 好像沒有很餓 所以點了薯條跟 蔥抓餅加蛋加起司給他吃 所以明天是我們的最後一天 喔 okok ok nice 妳可以跟妳媳婦嗎 對她在這裡 喔 請 妳好 欸妳好 嘿李小姐 我想問一下外面 這一餐是防禦旅館的最後一餐 終於有點變化 今天吃義大利麵 黃又叫了咖哩 她已經不知道吃了幾餐的咖哩了 因為明天計程車很早就會來接 所以我們已經把我們的行李打包好了 睡覺 她看起來很累 耶 好的 看起來很累 standby 快點 來 快點 去 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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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帝 你一家 肥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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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味半年我们又回家了 肥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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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家 對呀 用好的椅子有廚房 有一個寵戶 可以吃陽台 我們家外面是一整片田喔 所以我們還要在家裡 隔離四天 我現在頭好痛喔 剛剛坐計程車運車 我覺得我可以繼續再睡一下 我的爸爸媽媽剛剛拿了一袋 點心來給我吃 好大罐的薯條 是好事多的耶 肉乾 再一包肉乾 帶喜好的櫻桃 是媽媽的愛 剛才收到一個簡訊 說我離開了家裡 然後過了幾分鐘之後 警察局就打電話給我了 說等一下會來拜訪我 我今天終於有機會 要來吃這個排骨雞乾麵 今天是情人節 買了買一送一隻 咖哩豬排飯 剛好看到他們有賣甜不辣 所以還點了一份甜不辣 Cheers 今天是元宵節 所以我點了一碗湯雲 回來吃 好大 今天是2月16號 我們終於可以出門了 耶 第一件事就是 70年的摩托車不會動了 所以我們現在 要去機車行 看一下我的摩托車有什麼問題 然後可能要修一下 對 如果要修很多的話 我可能就要考慮到來到修 不然就要把它爆廢了 他已經十幾歲了 所以這整個就是我們這一次 從西班牙回來隔離的 14天全紀錄 希望你們不會覺得太無聊 之後我們在台灣 有蠻多的計畫 以後再跟大家慢慢分享 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不要忘記幫我的影片按讚 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IG 那就先這樣子囉 拜拜 拜拜